全球現場我們把時間交給韓宇 大家早安 首先關注的國際消息 是在泰國舉行的APEC昨天落幕 作為我國代表的台積電創辦人 張忠謀 他和各國領袖的談話 也成為媒體的焦點 昨天的會後記者會上 他表示睽違四年的APEC實體會議 和上一回來相比 自己見到了很多人 包括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兩人有簡單愉快且禮貌的對話 他說兩人是在休息室裡面碰面的 開口他就先祝恭喜 習近平他在二十大的成功 習近平也已記得 他們四年前在八牛舉辦的APEC會議上碰面 開心地問候彼此 兩人接著聊到 他在去年的關節手術 簡單關心對方之後 兩人就沒有進一步的互動 跟習主席的確有互動 我們在昨天 昨天上午 他到這個休息室來的時候 這個我們互相問好 我恭喜了他二十大的成功 記者會上張忠謀均稱習近平為習主席 至於聊到兩人是不是有談到台海問題 張忠謀說呢這個是兩個不相關的問題 兩人並沒有談到台海的緊張情勢 那麼高齡91歲的張忠謀呢 這是他第六次代表台灣出席APEC的峰會 21個領袖中呢他就見了半數以上的領袖來交換意見 他以完美形容這一次的會議 他分享自己除了和習近平有短暫的交流 和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其實呢 早就在雙邊會議之前就已經見過面了 他說賀錦麗呢他對晶片的問題是特別的感興趣 也表達非常歡迎台積電在亞利桑那設工廠的規劃 不過根據路透社報導 張忠謀他提到美國生產的晶片 會比台灣製造的成本多出高出50% 而且呢是沒有排除轉移部分產品到美國 先來聽一段張忠謀的說法 旁邊會談是在今天 那我們也照了一下 那他是對於這個晶片是特別有興趣 是跟我表示是這個他非常歡迎台積電在亞利桑那設廠 他重申了美國對這個台灣的這種 幫助台灣的這個決心 他談到賀錦麗還重申 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是有意幫忙的 那麼至於台灣參加APAC 是不是會降低地緣政治的緊張關係 張忠謀認為自己並沒有特別提到台海 不過呢其實大多數的領袖 都是希望地區和平是穩定的 這一點是毫無疑問 另外他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對話中 也觸及了晶片的議題 岸田表示相當滿意台日現在的合作情形 兩人的談話是相當順利 張忠謀這一出訪呢其實超過 見了超過半數的領袖 而且呢他的第一場閉門會上 才剛剛坐下來沒多久 他就主動上前和美國貿易代表戴琦交談 兩人握手長達11分鐘 過程中呢戴琦他是頻頻點頭 接著他和另一旁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也有互動 他在位置上呢揮手示意李顯龍靠近 積極展現台灣對台的態度 那麼李顯龍呢昨晚在臉書呢 他也發布了多張自己與其他國領袖會議的畫面 其中包括與張忠謀的敘舊 他表示很高興再一次見到他 因為他們上一次見面喝茶已經是2018年的APAC會議上 張忠謀當時呢他也代表中華台北出席會議 這兩年呢之後的兩年呢其實都是因為疫情 所以是會議線上的會議來進行的 因此呢他看到張忠謀是心裡特別的高興 那麼其實呢這一次在APAC會議上呢 另一個跟台灣問題相關 且引起騷動的話題 就是台灣要申請加入CPTPP 當時澳洲總理埃班尼斯呢 他在峰會上就強調台灣是經濟體 因此被外界解讀澳洲是不支持台灣加入CPTPP 那麼儘管呢我國外交部澄清澳洲對台灣加入的立場是沒有改變的 但是外界依舊是認為這和前幾天呢 中澳領袖在G20峰會的場邊會議中 談到的中澳貿易關係是有關 那麼澳洲的媒體呢19號也繼續來追問艾班尼斯 他是不是失言了 不過呢艾班尼斯他依舊表示呢 澳洲的立場是沒有改變 將遵循申請CPTPP的共識來辦理台灣的申請 澳洲總理艾班尼斯在APEC峰會上談到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進步協定CPTPP 針對台灣的遇會身份做出明確區別 似乎在暗示澳洲將因此不支持台灣加入 面對記者繼續追問 艾班尼斯拒絕回應 對此我外交部表示 澳洲政府事後已經向我方說明 澳洲政府對於台灣加入CPTPP的立場並沒有改變 澳洲仍然歡迎包括我國在內的所有符合CPTPP 高標準規範的經濟體加入 大陸和台灣都在2021年申請加入CPTPP 前後相隔不到一週 在今年初的報告中 澳洲國會直接建議支持台灣加入CPTPP 但針對是否支持大陸加入 報告建議必須等到總澳貿易關係重建再來考慮 沒想到換人執政後 澳洲首先質疑的卻是台灣加入的身份 這是一個正確的議題 我們把我們的選項放進去 這番言論的時機也正巧就在中澳領袖五年來首都破冰對談後 事實上大陸過去一直是澳洲最大貿易夥伴 直到2016年兩國開始交惡 大陸對澳洲祭出每年價值200億澳幣的懲罰性關稅和禁令 艾班尼斯這次也在會中和習近平討論這項貿易限制 澳洲總理這次正式講話呢 他是講的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是相當的嚴重 也就是台灣跟澳洲之間過去蔡英文政府所說的 政治關係非常良好的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事實上已經驚非昔比 CPTPP前身TPP最初由APEX成員發起 2017年在川普執政下 美國退出TPP 面對群龍無首的狀況 才由日本繼續推動 並改名為CPTPP 而規章中並沒有規定 經濟體無法加入 記者劉家宇報導 詞編&字幕責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